哇 还剪了个天头呢 等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 真的吗我真的不知道 这什么 这什么啊 天呐 考虑老师 一起评 各发生 我全部加油啊 哈哈哈 我都哭了 哇 我都哭了 哈啰 亲爱的儿子 哇天呐 大家今天都为你加油 爸爸妈妈 跟你说 继续的乐观积极 珍惜的面对 你每天所接触的人事物 加油哦 哥哥 希望你可以早点达成你的梦想 但是我在这里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比较喜欢奶茶哥哥 奶茶哥哥 奶茶哥哥 他很快 亲爱的儿子 妈妈也真的好想你 这次在节目中看到你的表现 你感到非常地骄傲 你都一直往前冲 虽然现在老不在了 但是我相信他在天上 也都会一直在看你的节目 因为我记得他在的时候 是最支持你最爱你的 儿子加油哦 加油 加油 加油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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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好紧张啊 这一个接一个 真的 哇 我的妆还好吗 可是我刚刚说真的 是我爸妈就是 就很周围的同框了 就是我刚刚才能吓到 然后我爸 我爸是最不支持我做这个行业的人 嗯 他从来没有打过我的人 可是他为了这件 就是我要做艺人那件事情 他用拳头这样揍我一拳 爸爸跟妈妈同框 然后已经妹妹在在中间 就是这是让我最感动的时候 因为爸爸是最反对我做这一行的人 然后他不会用微博吗 他偷偷下载微博 然后看我的 所有的讯息 然后相反的是跟他说姥姥嘛 每次回台湾的时候都会开车 然后去他的坟间 然后跟他说很多话 他是最支持我的人 我的每一首歌他都会唱 嗯 然后就是每次回回到家的时候 就有一种往前进的动力 姥姥他是最支持我做这个行业的人 也是最爱我的姥姥 我觉得我来这边不用担心 因为管仁真会成长很多很大 谢谢你们 没想到是这一种类型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 这种对我来说就是恐怖片 这就是龙文浩的小时候的群师 这是 我 我 我 好像 小时候是个挺活泼可爱的孩子 挺逗人喜欢的 他爷爷 小时候很喜欢带他去照相馆照相 嗯 照很多相 比如说你 你看这样正经 这是他小时候照的 这就是红浩 挺可爱的 龙红浩加油 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 耶 哈哈哈哈 而且我知道这龙哥对他爸爸就是印象很深 对他来说 然后本来我就不想 快 我很 我很讨厌那种东西 你懂吗 就是 很多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 就是心里知道就可以了 我爸帮我说好话说小时候特别听话的一个人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我 真的就是 要尊重每一个人 好好留住每一个时刻 不要让他轻易的不见 我爷爷对我非常好 那有一回 我皮 我跟我爷 对着闹 就 几乎动手 就是 慢慢长大之后 就是想 道歉的机会 都没有 后来 时间的流逝 轻易的不见 就越来越觉得说 珍惜 那 猜猜是谁 是高欣呢 还是 我这个弟弟呢 就是全角长得特别好看 他小的时候就很多人喜欢来家里抱他 我记得他十岁出头有一次 他说他肚子疼 然后家里就带他去了医院 然后那个一天想也没想就问他 是不是大姨妈来了 然后我们全家都笑贪了 这个梗一直笑到现在 他都不让我们提 而且高欣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一个小孩 我知道 第二次公演的时候 我去现场了 但是他没有上台 他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没关系 此刻我们都在下面支持你 决赛加油 好好努力 高欣你也哭得太快了吧 哭得不行 因为没想到就是录这个东西 因为 在我身命里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支持家人 其他的一切我都觉得无所谓 其他的一切我都觉得无所谓 在我心里家人是放第一位的 对我来说内心最软染的地方也是他们 但是最坚强的后段也是他们 奶茶 哎哟 你傻笑回来呀 我知道 支持奶茶 我们的奶老师脾气抱负好人 都去给他投票 加油加油加油 奶茶他给人的感觉都是 拥有比同龄人更坚强的意志 每每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他只会用结果告诉你 只要我努力去解决这个困境 一定会得到一个特别美好的结果 但我相信再坚强的人 都一定有他脆弱和柔软的时候 因为 是以别人爱意的人 一定也是渴望得到别人爱的吧 真的是吉巴说的编辑啊 直接戳中 怎么一个比个搞笑啊这几个人 哎我的这也太微不足道了吧 但是我非常不满意 为什么我们舞社没有跳舞 明明是一波软性宣传 好我帮你们缓回了一波气氛 你虽然缓个气氛的很好 逢后天我是爸爸 逢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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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家以团记名快上个月了 我们知道你都很努力 全新投入这个节目的入记中 其实爸爸妈妈都有很多话跟你说 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弟弟都好想你 加油努力 你是最棒的 你弟弟会跳拉丁吗 他应该不会 他会跆拳道 跆拳道 对 而且我家人都是 从小就支持我跳舞 反正是我自己选择的都会支持我 谢谢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可爱的弟弟 下一个了下一个了 这谁啊 哎 这谁啊 张伟伟 啊 我我我我公司的 我公司的 哈喽紫睿我是伟伟 我知道在一团 这几个月肯定相当的煎熬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很有想法的一个男生 现在你成功了 哎 像我都留不到最后 但是 我带着你的信心 一定要带上我的那一份 一起去努力拼 你是最棒的 加油 哇 谢谢伟伟 看到这个视频比我想象的好 因为我 我看不得就是亲人这些 而且 而且我家里就是从小对我的教育也是 嗯 其实还挺封闭的 哎 其实这样挺好的 就挺欢欢的 开心的 哎 哎 你的爸爸妈妈跟你长得好 啊 我爸妈就跟龙哥他爸妈有点像就是碰到这种事 然后他也不会说话了 你知道吗 就这种人 我爸妈就对 挺辛苦的反正 因为我以前太派你了 让他们超的太动心 可以说我爸妈的头发都是被我击白了 就是那种事情 怎么怎么说就是出去闯荡之后 你想证明给他们看 自己 怎么是男人吗 我就是想着以后就对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或者说让他们为我骄傲 爸妈就是无法替代的 谁都想给最好的给他们 他其实刚刚说那个话 其实我明白 就是很想要做好自己 以一个好的一面回到家里 其实这个我很有感触 因为我现在在想起我爸爸当年我学跳舞的时候 一直在骂我 就是你跳舞能赚到钱吗 怎么怎么怎么 就一样的话 一样的话 但是当我真的奋斗到现在 我觉得我ok的时候 我在想那段话 亲那段话他是在问我 你有没有钱还 他们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你的正面 父母最开心的就是 我们自己真的做好了 他们就会觉得快乐了 你要如果你抱着我要去正人的心态 可能反而会越来越不快乐 所以 就做好自己就ok了 try the wild things a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